就是从小别人都跟我说唱歌还蛮好听的 只是除非有一些会觉得我声音很奇怪的人 会稍微说一些他们就是不意识的一些话 但是好像像老师啊 他们就比较一直都说唱歌还蛮好听的 原来凡尔赛的人是很有压力的 令人心动的offer3中 在医学生们的中期汇报考核时 当加油团成员聊到刘畅和小米 选择了同一个病例 小米更换了汇报内容时 周深的小脑瓜一转 想到了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第二季 王霄一定会跟对方说 你完了 你很惨 我很强 也是real可爱了 看到汪伟航顶住压力表现不错 瞬间想起了第二季时的王霄说 两人都有一种没什么可失去的心态 也是real可爱了 加油团猜测考核结果时 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冯称是第一名 开始蛇战群如的模式 又调力地说服其他的成员 最终成功点亮了小草灯 他不是说突然一下很优秀 他是一直都很优秀 而且他在各个方面都有自己 然后我也听到所有的主任老师在说 他非常非常难得 而且用的是非常优秀去形容他 他这么年轻 这么有潜力 感觉有一种一路开挂的感觉 冯称 不禁感叹 深深是优秀的毕业生没错了 看到状提时 立刻模仿起对方 你完了 你很惨 我很强 真的太可爱了 这part里的周深记忆力也太好了 周深这波真的可以说是offer优秀毕业生了 周深的一些小表情都好有意思啊 我猜了半天都没猜到谁是第一名 他一顿分析就出来了 就是说佩服了 这么优秀的周深 很难让人不爱的 再加上他的模仿能力还这么棒 模仿的王霄太有趣了 还特别的可爱 周深是offer十级学者吧 现场模仿王霄 你完了 你很惨 我很强的处理方式 还张口就cue到王霄第二季的京剧 Nothing to lose 深深你究竟把offer看了多少遍 刚才那个我就想起了你在上一季说的 I have nothing to lose 点灯的环节还积极的猜测 对offer里的各种小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是优秀毕业生没错了 周深调侃王霄的这几段真的笑拉了 这段感言发完 你觉得你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王霄 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 又疲又慈祥是怎么回事 咱就说不看个八百遍 都不可能记得这么清楚 周深真的有点子offer的学问在身上 厉害了 周深真的是很有智慧和独具慧眼 恭喜深深成功点亮了一盏灯 和周深一起继续为医学生们加油打气 看了这一期节目就被周深可爱到了 我的快乐源泉就来自周深了 希望他在这个节目里会有更多优秀的表现 恭喜周深顺利毕业 调侃王霄的这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被笑到头掉了 他的记忆力真的是很不错 思路清晰 有理有据的 不愧是offer的元老 分析了有理有据 成功点亮了小草灯 周深的脑瓜子赚得可真快 非常喜欢周深这样的性格 同时感觉周深的记忆力真的好棒啊 在这个节目里他表现得非常的认真 也看到了他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路 都特别的清新 怎样才能拥有周深同款的记忆力呢 已经过去了那么久的事情 在他心里还记得这么清楚 怪不得那首很难唱的歌 他唱的那么出彩 记忆完全不在话下 必须为周深点一万个赞 他在心动的offer3的表现 真的是让我惊艳到了 这和平时唱歌的周深完全不一样 一直觉得周深对待offer好认真 不仅有强烈的共情能力 而且很容易就用自己的逻辑和说法 去说服别人 说的什么都是头头是道 看了这个节目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周深了 想不到他的记忆力 自然这么强大 还有很多可爱的细节 也是非常的令人喜欢 每一次看到他上节目 都是欢乐源泉 比如像SHE老师他们的歌 或者像王心灵老师他们的歌 就是陪着我长大的一些歌 后面这句话就有点危险 换一句 留下比较记忆深刻的歌曲 好难聊 很想表达我的热爱 你知道吗 我就想 我真的好喜欢你木格特 千万不要说 从小听我歌长大 但是这是事实 对 对